这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清晨 天才刚亮没多久 在新北市三只长情街这里 住着一个才刚满18岁的女孩 她叫做小军 她的父亲为了生活打拼 早早就要出门上班 那一天的话 她的生物好像早上 大概快天亮的时候 因为她生物要上班了 然后她要出门的时候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 好像在她门口站在那边开玩 看到这诡异人影 父亲直觉不对 赶紧打了通电话 给还在睡梦中的小军 还要她小心一点别下楼 接下来她就前往林口上班 但过没多久 她竟然接到了女儿小军 打来的求救电话 而且哭了两声就挂断 第一个她就想到是不是许川 所以她当初有打电话 到开出所去报案 小军爸爸 凌晨5点40分就出门 警方6点多前往暗门铃 但都毫无回应 爸爸不断打手机给她 但也都没人接听 小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而警察口中的许川 又到底是谁 她爸爸后来有打她女儿的电话 她女儿好像没有接 然后她爸爸好像 才越想越不对 才又回到家里 然后她发现 发现这个状况 实在太紧急 小军爸爸下午立刻请假 赶回三只的家里 一打开小军的房门 看到的是这一幕 让父亲心碎的迹象 用一个好像那个 那个汽车的那个刹车线 那个然后她又布置的 好像她要 自己要亲生的那种 那种现场这样子 开门走进房间 只见到小军就沉湿 在房间床铺左侧 像极了是亲生的模样 但有可能吗 捡紧一追 现场是疑点重重 这个小军才刚满18岁 刚成年的她 正要展开美好人生 怎么会选择亲生 捡紧会同法医勘验之后 从小军的遗体找到解答 也揭开了这一桩 少女凶杀命案 当天下午两点半 父亲一打开女儿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 这位少女凌乱的床铺 还有女儿的脖子 被缠绕了钢丝 钢丝的另一端 则是绑在床头的左侧 少女死状凄惨 看了实在令人不舍 而当时父亲直觉 她的女儿根本就不是亲生 所有人多军事 未经许可投资 每个小的死员 再度你们不舍 不舍 不舍 这次成功 不舍 这次成功 我计算 está 某 我计算 哪吓 我计算 们不舍 这次成功 中文字幕——YK